天鹅台風帶來的大雨也讓台北南市溪的原水濁度 昨天晚上再度飆破6000 昨星後來翡翠水庫放水稀釋濁度也下降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今天就保證說 在新版的SOP下絕對不會再出現濁水問題 替再生快木衣儲叫賣 台北市長柯文哲很賣力 最後還以32000多元高價成交 但拍賣結束柯文哲說自己沒用這麼高檔 擔任拍賣官柯文哲很有人氣 不過民眾關心天鹅台風擦邊經過 前一晚北部山區降下大雨 南市溪原水濁度衝破6000 水質再次拉警報 超過6000就開始減量進水 到12000就停掉了 大概停一個小時要花三小時恢復 如果停24小時的話就要花48小時才能恢復 我想SOP都出來了 重申有SOP可以應戰 翡翠水庫也緊急放水稀釋 讓濁度下降到3000 但山區持續下大雨 就怕未來幾天原水濁度會再度飆升 他其實那個超過6000只是警告而已 不過照新的SOP保證不會有濁水出現 拍賣普保證不會再讓髒黃水出現在民眾家裡 北水處則表示一旦濁度衝破6000 進水場減量取水 部分地區可能受影響 民眾擔心的話可以提前除水備用 UDN TV 吳晨翰 邱俊彥 台北報導 UDN TV 吳晨翰 邰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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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俊彥